今天是一個幫五屆煉假的下午 那我們就要開始今天的杜柏林來讀書會 好像忘記介紹我們是台灣來的藍研究學會 那我們今天的講者是台南外文系的高維鴻高老師 我們高老師說來話長他是我的偶像 因為他做研究非常的認真 大家常常鼓勵我 但是還沒鼓勵出什麼成果的事 高老師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艾蘭戲劇 劇場 他其實先前也是有做小說相關的研究 那今天也是特別幫我們跨道來講一場這個杜柏林人的故事 那高老師就是我們學會成立來一直擔任這個秘書長的工作 他所進行的非常多的事務幫助學會漸漸發展著重 那就是因為今天我們可能下雨天大家出局裡不搞 但是因為我們有錄像來 所以大家就藉由這個錄影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高老師有偉大的 好 那我們就是廢話講完 那請高老師來幫我們開始今天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朋友來參加這一次杜柏林的武術會 這是我們倒數第三場的武術會 那為了很高興的機會可以加入這一個場次 然後加入這個系列然後來講解一個 我覺得我有點還算熟悉的一個 中的故事叫做boarding house 那我想在我們開始講這個boarding house之前呢 那我們是也可以先看看這個boarding house在哪裡 這個是有所本的一個故事 因為這個 因為像喬伊斯他 他在杜柏林搬過很多地方 那他曾經住過這個boarding house 從一條街然後在旁邊 然後應該是說住他的對面 根據一些巧學研究者 他就追尋他做過的地方 然後發現這個boarding house 就在他曾經住過的這個街上 然後他就住在這個對面 所以他應該是有很 很有機會進到對面這個屋子了 然後呢 然後有一些體驗 然後另一方面 這個故事為什麼 這個故事當中的男主角 待會我會講解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當中的男主角 為什麼會那麼的焦慮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信仰的關係 那他在這個故事裡面呢 他因為這個boarding house裡頭的一個 有一個算是一個媽媽桑的 不是媽媽桑 應該說他是媽媽 他的女兒是在這個boarding house裡頭服務 然後他就愛上了這個boarding house 這個女兒 可是呢 因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 然後因為認識這個女孩子 所以他就失去他的爭解 甚至他的爭吵 就是他本來是一個處男這樣 那因為這樣 然後他沒有結婚就怎麼樣 然後他就 後來他被這個 有點算是半寫 半寫破半自願的 就娶了這個女孩子 故事其實很簡單 但是呢 他當中有很多 比較複雜的這種 這種這種 情節 然後他裡頭也牽涉到一些 對於基督教的一些質疑 那待會我們會看 他裡頭有一些 比方說在這個故事裡頭 會講到他們在用餐呢 有一些 有些學者 譬如說把這個用餐很長 我們會說像 這個的 like soccer 就是在那個基督裡 有一些 讓他驚喜的 很多人會在哪裡 那其實這裡頭說 其實這個本身這個故事 就是一個男的 愛上一個女的 然後這個在半寫過種的方向 這個人就娶了這個女的 其實不只是這樣 還有很多聖經上的一些電影 那我一會兒還會 還會再解釋 那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the boarding house 它為什麼說是有所本 也幸虧有這個google 那我一年去參加 去杜柏林 然後就參加了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 literary的tour 就是可以 就帶著一些觀光客 我就去參加 那有沒什麼事去參加 他就帶著 你跟杜柏林的 各個街道走來走 除了這個東西 這個建築物 或這個不知道 整件處境在哪裡 作品等等這樣 那 我從來 我那時候就沿路就這樣拍照 所以我但是 我從來沒有想說 要 要拍這些照片 有什麼用 反正就是觀光客 拍照 那 這個 我就在 這一戶面前 這個地址前面 拍的這個房子 那這個房子 為什麼拍這個房子呢 就是 就是傳說中的 the boarding house 傳說中的 the boarding house 那它有一個地址 就在這個上面 然後這個案子 然後再會給大家看 其他的相片 那我們去 他說 然後帶我們導遊的 這一個 帶我們導遊的 這個導遊 帶我們這個 literary tour的這個導遊 就說 每次他帶人到這個房子 前面 然後大家都在這邊 找不起來 然後有時候 那個 店裡面的這個 這個 住戶會跑出來說 不是我們這一家 不是我們這一家 是對面那一家 不要再找了 是對面那一家 可是實際上大家都認為是這一家 所以就三故事 都會有人在這一個 這一個房子前面拍的 那 然後呢 我就從這個Google Map 因為有地址 很好找 Google Map 找到它現在的這個樣子 它其實就是在 因為這個小說裡 這個作品有提到它附近的一些場景 所以其實可以沿著這條路 去找到它其他的一些場所 那這個就是 剛剛我看到 剛剛大家看到的玻璃 它其實都是長得差不多 它是 就是你也看到 看得出來它沒有任何的壯石 它是很簡單的一個影像這樣 然後像這個狀態 然後呢 這個是從大街走進來 走彎進來的這個方向 然後這個 這個後面有一個church 就是在這個作品 你只會聽到眾生 一個教會的眾生 那個眾生就是從那個church傳來的 那我們待會再看到那個church 那據說呢 杜伯伯呢 據說喬伊斯他就住在 對面的這個房子 對面這父親的房子 所以他就常常看 有人進進出出 所以對這個裡頭的這個 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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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所以他就住在 剛剛我講的就是 玻璃浩在這個房子下 他就住在這個附近的 這裡面的當中 一直是這一棟的房子 你看到比較過舊的這一棟 那他有這個 依照有一些巧學的學者 他就追出來 就是作為他們比較 已經短暫地住在這個地方 1893年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作品裡頭所看 常常聽到這個 終生的 大宗的這個教 他都St. George Church 然後他就在這個 Halwick 出來的詞 然後他是一個 Church of Ireland的 特別是這個 一個新教徒的 他是新教徒的一個 是一個教會 所以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點 就是為什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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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教他會這麼的教律 就是因為 這個宗教的關係 那當然 這是一個 新教徒的 那他因為這個故事其實是 天主教徒 這個 但他基本上都是 主持基督教的信仰 那 那 這也是 當中所提到的一個 大的教會 叫 St. Maris 或 Cathedral 然後在這個 Ambora Street 那這也是一個 Palestine 的Cathedral 這是 天主教徒 但他也是一個 當中提到的一個 然後這個 這個教會 都長得 是這樣 好 那 我想 我們今天 讀這個作品的方式 我想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 對這個作品不是很熟悉 我想說 我就帶著同學們 帶大家 一起把這個故事 讀過去 那這裡頭有很多很多的 口 像我們可以 大家聽的時候 可以有些 想法 可以大家一會兒分享 那 我的故事 講過去之後 我再帶大家看 這個文本分析 裡頭有一些 很特殊的東西 那 這個 Mrs. Mooney was the butcher's daughter 在杜柏林的故事裡頭 其實很有趣 他很多 他其實所有的 很多的句子都用得 非常非常的簡短 可是 這些簡短的句子裡頭 都有很多的 你可以 看到他一些事情這樣 所以呢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 這個女主角是 Mrs. Mooney Mrs. Mooney 那 在故事裡頭 就只有 這位媽媽的聲音 比較多 女孩 其他的 或是他女兒 或是說 這個 大家會看到這個男生 說他沒有什麼聲音 應該是說 這位Mrs. Mooney 真的 Mooning也是一個 為什麼他叫Mooning 他是不是跟其他的聲音 有什麼類似 所以呢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 他是一個 Botcher's doctor Botcher's daughter Botcher 你知道大家就是 他就是在刺場裡頭 這個 這個 工作的一個 屠夫嘛 She was a woman who was quite able to keep things A determined woman 她是一個 什麼樣的女生 女婦女 愛講話的嗎 不是 她是不愛講話的 她什麼事都藏在心 都往心裡去了 這一種 She had married her father's foreman and opened a barter's shop near spring garden but as soon as his father-in-law was dead Mr. Mooney began to go to the devil 所以 他的先生 他有跟他先生住在一起嗎 他沒有跟他先生住在一起 但他之前發生什麼事 巧醫師怎麼交了這位 Mr. Mooney的過去 她的 她嫁給誰 她嫁給 her father's foreman 你覺得這個 Mr. Mooney是她自己 自由戀愛 然後跟她的這位先生 就是婚嫁嗎 你覺得是這樣嗎 應該不是 她是被安排的 她是被安排 她嫁給她父親 她父親的這個公頭 這樣 open a barter's shop 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然後她的 她的這個 岳父死掉 Mr. Mooney Mr. Mooney的岳父死掉之後 began to go to the devil 就變得很壞 這樣 He drank, plundered the tail Rent headlock into the devil It was no use making him take the pledge He was sure to break out again and a few days after 所以 什麼叫做 plunder the tail plunder the tail plunder the tail 她有在 她是很認真的 在做她的business嗎 沒有 她是怎麼樣 她可能這個 這個可能今天不高興 就整個把售人機都打散了 就是更多不要做生意了 所以 架個架的先生 其實這有點像 還有 我怎麼覺得 我讀到這個 其實有一點點像 近視像家暴了 就是說 他在這個懷念 其實他們也沒有要控制 他可能 除了人會弄到這個收銀機 他可能還會威脅他的家人 這樣 然後開始有很多的債 這樣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 It was no use making him take the pledge 然後 他可能過了幾天之後 又有點不太負猛了 But By fighting fire in the presence of customer 他會在這個customer前面 還會打他了 他還會跟他吵架 By end By buying bad mint he ruined his business One night he went for his wife with the cleaver and she had to sleep in a neighbor's house 所以這一段告訴我們 Mr.Honey什麼事情 這一段 她有一個快樂的婚姻嗎 沒有 她在市場裡面做生意 然後她的先生還會打她 還會罵她 她現在又喝酒 可能還會 這個錢如果我們沒有賺到 就已經損失一大筆錢 所以她的生活是很不開心的 很痛苦的這樣 好 那接下來呢 她就會開始 我們就再更多 更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After that they lived apart she went to the priest and got the separation from him with care of the children she would give him neither money no food no house and house room and so he was applied to enlist himself as a sheriff man 所以呢 為什麼要 喬伊斯要講 she went to the priest and got a separation 為什麼 那她 在天主教是不能夠離婚了嗎 但是在 可能在某一個狀況下 神父可以決定你們可以分開來 或是離婚就是分開來 所以呢 誰有那個權利 誰有那個權利 決定你能不能分開來 Priest嗎 教會嗎 可能state都沒有那個權利 國家都沒有那個權利 但是神父有那個權利 所以呢 這個 她也不給她 這個太太也蠻狠的 她也不給她錢 也不給她食物 也不給她房子住 都不給她 都不管她 然後她知道去做這個 a sheriff man 她去做 可能這也就是真正的 sheriff就是警長嘛 她可以說真正的警長 她可以去做 可能做警察做個幫手 這樣子 he was a shy 我們來看 Mr. Mooney長怎麼樣 he was a shyly stooped little drunkard with a white face and a white mustache and a white eyebrows penciled about his little eyes which were pinked man and raw and all day long he sat in the balance room waiting to be put on a job 所以呢 她看起來健不健康 Mr. Mooney看起來健不健康 也不健康 她就臉都白白的 人家都很髒白 然後這個 完全都是白的 人家胡鬚也白了 然後呢 她就整天都住在那邊 都等工作 她也沒有什麼別的事 像就好像就是 看門人家就是等工作 然後呢 Mr. Mooney who had taken what remained of her money out of the barter's business and set up a boarding house in Harwick Street was a big imposing world 然後這樣 因此她 她解決了她的婚姻問題 她解決了她的婚姻問題 然後 其實有學者會找說 哇 難怪她是一個 barter's daughter 難怪有學者說 她難怪她是一個 barter daughter 她怎麼樣解決她 這麼快出她的婚姻問題 直接就去找了神父嘛 然後神父的 without separation 然後呢 她不給她先生 她也不讓先生整天來依賴她 說啊啦 有的人會這樣說 沒有錢要找另外一半 說我要賛養費 或是我要經濟的支援 她也不給她 一毛錢都不給她 然後她就跟她脫離關係 所以她做這事情非常的明快 所以呢 你可以說 如果 我們再回看到後來 發現 這其實當中是有一些 win 她之前她的態度是這樣 而且她現在 我們從這句子看 她是一個什麼樣的woman a big imposing woman 所以她不是一個tiny 她不是一個tiny 長得小小 然後不敢 聲音很小 她是一個imposing 她很有威嚴的一個女性 her house had a floating population made up of tourists from Liverpool and the Isle of Man and occasionally artists from the Music Hall 然後她所 她就經營了一個什麼 她經營了其實 她其實經營了不太像是旅館 通常我們講的玻璃 她就是她可以在那邊常住 住一陣子 然後她所付的這個租金 包括她的這個食物 她的住宿 然後她還會再講她這個 她怎樣安排她這個 她的這個business 然後她的 為什麼她特別要講 man of tourists from Liverpool 這個城市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它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很多愛爾蘭人 都到Liverpool去工作 因為她是一個工業大廠 她是工業大廠 然後呢 他們講說tourist from Liverpool 從Liverpool來的tourist 也不是很有錢的 如果她說她來的這個tourist 來自London 或來自Paris 當然不可能來住這種國 所以這其實也是在告訴我們這個 這個bodinghouse裡面成員的背景 叫 Out and the Isle of Man 這個Isle of Man 還不算是英國的 英國 它是一個鼠地 但Occasionally 還有一些音樂家的 所以她說 她脫離了她的婚姻的束縛之後呢 她就經營這個house 而且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是Cunningly and Furnly 她是 你知道她又很 她又 不能說她狡猾 她就這樣想得非常多 她因為她自己要微生 她不可能靠她的心 她先生基本上沒有用了這樣 然後她又很Furn這樣 她知道怎麼樣來維持這個 所以大家都叫她 The Madame 尊重她 還有這樣 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給社長這樣 Mrs. Moniz's young man paid fifteen shillings a week for board and lodgings Bear and style at dinner excluded they share in common tests and occupation and for this reason they were very charming with one another 為什麼這個 這個喬伊斯要把 Bear and style at dinner excluded 為什麼要特別要標明 為什麼要標明 跟前一段我們所呼籲的 他經營這個house of counting 他其實算得很精 你知道晚上我給你這些食物 可能dinner是固定的 如果你還要另外喝東西 你就要另外付錢 然後呢 這個 and for this reason they were very charming with one another 大家都很公平 這樣子 沒有人得到任何好 多餘的好處 they discussed with one another the chances of favorite and outsiders Jack Mooney 我們現在看到另外一個人 Jack Mooney Jack Mooney的Madam's son who was clerk to a commission agent in Glick Street had a reputation of being a hard case 所以這個Jack Mooney 他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做什麼工作的 我們知道他是been a hard case 然後他講的collarchy 或commission agent 什麼是commission agent 其實就是換錢的 commission agent 就是you grab an exchange 換錢就是commission agent 所以呢 這個媽媽也很會算錢 然後呢 這個孩子兒子也會算錢 所以他們都在做這個business的事情 這樣 而且是個hard case 不是說 今天給你多換一點 他之後 他不是那種人 他就是每一門 每一分錢都算得非常的奇怪 he was fun of using soldiers' obscenities insually he can't help in a small power 這個他為什麼說 he was fun of using soldiers 為什麼是 soldiers' obscenities 所以obscenities 其實小燕斯講得有一點韓 就是什麼聲音叫做 soldiers' obscenities 這soldiers放假的時候幹嘛 soldiers在那個軍隊裡面 一定沒有辦法發洩嘛 所以你看喬伊斯他自己也是 他自己也承認 他自己常常去上了那個妓院這樣子 所以你的妓院裡面可能 來來往往就是soldiers 所以他這邊講其實 你知道就是這個soldiers來到愛爾蘭 他也許是度假或是什麼事 他可能手頭沒有錢 所以他就會去commission agency 去換錢 換了錢之後去做什麼 捐給別人嘛 但不可能啊 他就是去買春嘛 所以呢 這個Jack Mooney知道這些人都是買春 所以他就 你看這些人很急嘛 所以他也不管 他就 有時候賺你這個錢 他就願意 他可能用很不好的這個 exchange rate 然後給他換錢這樣子 而且他回家都是small hours 都是非常非常晚的時候 所以他就工作到很晚 然後越晚可能就很多人要去買春 所以他弄到很晚很晚再回家 When he met his friends he had always a good one to tell them and he was always sure to be on the good thing That is to say a likely horse or a likely artist 所以呢 所以呢 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他找出很多的事情可以說 歌管啊 這講的good one 很多的故事可以跟他們講 在這個business 就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他 And he said a likely horse 那他又說有一些情報 就算啊 情報啊 likely autist 或者他知道什麼樣的名人啊 麥春啊 或什麼的 It was also handy with the mix and send comic songs On Sunday night They would often be a reunion in this house from joining the music how artists would apply and Sharon and play wards and polkas and band accompaniments 等等的講 那他就是在晚上呢 每天 每個下午 每個 不是每個下午 每個週日的晚上 都有這個活動 所以這個Polyham 他不只是提供你吃東西 還有這個安排活動 所以好像 也蠻好的講 Polyham 你看他第三個人 又說第四個吧 就是除了這個Mr. Mooney之外 這第四個人出來了 Poly Mooney the modern daughter who also sing she send I'm a naughty girl you needn't shine you know I am 他還是唱這樣子的歌 那給大家的這個Hand out in go 的第一招是這個歌詞 那這個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歌詞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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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正好有這一首歌 但這首歌呢 我只能找到比較舊的版本 那是這裡 你可以聽聽看這個 這個I'm a naughty girl 是怎麼樣 那這一開始 他錄音是 因為他這是一八幾年的長盤狀錄 所以有點長 但是後來會好很多 所以 你可以對著這個歌詞 然後 看看這個 然後你可以看看這個Muese Mooney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譬如說他這個歌 如果是他的主題曲的話 他會唱這個歌 那歌裡面在講什麼 他會演奏 是這樣子的選領 你可以拍一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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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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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ち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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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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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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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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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ar一定會給他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 拿到這個car hole在一塊兒 那為什麼喬伊斯要寫這樣的故事? 為什麼喬伊斯要寫這樣的故事? 就是要祝福他們 還是要諷刺當時的這個愛爾蘭人 很現實的一面 或是很信仰前程的一面 還是有什麼樣的一面 然後這個事情竟然可以這樣子解讀 這樣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竟然會這樣子發生 然後這當然喬伊斯沒有寫的 那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許會不會是像他媽媽一樣 他媽媽的婚姻是誰安排的? 他爸爸安排的 他爸爸安排他嫁給他的這個 公投兒 嫁給他的工作裡頭的一個公投 這樣 然後那你覺得他女兒的婚姻會幸福嗎? 還是跟他媽媽會不一樣? 那媽媽是被安排的 可是他至少跟Mr.Duran好像曾經交往 然後兩邊好像也有點 還蠻好的一個狀況 還是會有幾乎是走他媽媽一樣的路嗎? 嗯 我們在那個Ulysses的第十二章裡面 其實是有看到他們 對 那他們應該是婚後是還蠻不幸的 因為那個 那個Bob Doran他就在 Pub裡面喝酒嘛 然後就是 就是喝了一個 看醉 然後旁邊那個人家說他喝醉的時候就很糟 然後他就是在哭喊說 為什麼那個Depinence死得那麼慘 因為他們有一個死者 為什麼死得那麼慘 然後還有就講到說 但是他好像是很熱心的 就是很感傷在哭啊 就是說這世界還有天理嗎? 就是連這個 這個 If there is a God I'll say He's a Ruffin之類 就是God真是魂球之類的 然後覺得他好像很真誠的哀悼 但是旁邊的人看他是說 就是 他還是趕快回家好了 就是 他老婆在家就講到 他老婆是 就是一個什麼 sleep walking bitch 就是在 那個boarding house 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媽媽就泰個boarding house 但是他用那個字 那個keep 也可以獨稱是妓院的意思 然後就是說半夜沒穿衣服 然後就在 他們剛才那個故事講 那個landing上面 他好像是一個調情的地方 這樣就是 在那邊沒穿衣服 然後就是 Welcome to all 就是誰都可以來 這樣子 就把他講得很不堪啊 所以就如果 我們把那個後面擺進來的話 我會覺得這邊他 因為這個 這個 Doran他有說他覺得算 嗯 好像就是他被設計了 He's being half 之類的 對 那所以 讀到最後感覺比較像是 就是說 這個poly他終於記起來說 欸我現在是在演哪一齣了 所以其實他雖然沒有跟媽媽名講 但是好像本來就是要設計 要幫他找一個勞工 這樣子 對 但是我看是這樣 不過就是 所以後來的婚姻的結果 就是他們是同樣的 的話應該是還蠻不信的啦 其實就是poly 跟那邊是突然的前傳 然後這個 就是裡頭又提到一次 這一對靠頭 所以 這個 我想如果把這兩個合 串起來一起看的話 就是 小孩子他其實有蠻大的 想要諷刺 這個婚姻機制 或是這個教會機制 所導致的不幸的婚姻 因為Mr.Doran他其實 他不一定要跟他結婚嘛 因為他特別 他為什麼不一定要跟他結婚 就是因為他 這個他很怕 這個天主教的這個community 會排除怕他老闆 他會失去這個工作 所以他 因為這些現實的問題 他知道 就是好 那我就不去他 但是結婚也許容易 但是離婚很難嘛 或是之前之後的相處難 這是其實最困難的地方 那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有準備一些power point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些一些分析 但這不是全部都是我的概念 就是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一些學者對於這個故事的一些講解 就是OK 這個body其實是一個pump 他有很多的意思 然後他也可以被唸成Baudry Baudry是猥褻的 Baudry House Baudry House 所以剛剛這個 沙恩老師講說 在Ulysses 這個Baudry House 被幾乎更表現成是一個紀元 就是他這個 這個聲音也是一個 小意思是常常在運用的一個技巧 就算是Baudry 可以是Baudry House Baudry House 就是Prostitution House的意思 然後這個bauding 還有這個bauding 它有一個borderline zone的意思 對於這個Mr.Fouran而言 他到底是不是Catholic 他一年裡頭 他這邊寫出 他有十分之九是Catholic 跟十分之一不是 所以這個border 那Bauding House 在裡頭的borderline 也是一個意思這樣 那這個他當中也有這個 femininity 這個masculinity的這個界線 在這個戲裡頭 在這個作品裡頭 這個Mr.Durang他比較feminine 他的feminine 他沒有什麼力量去抗這個 這個很強盛 imposing mother 所以Mr.Money他是一個 因為我就學得出來 他是一個fellic mother 他 big imposing mother 然後這個Mr.Durang 他這個聲音很小的這個男性 所以就整個都跌倒了 然後呢 Mr.Durang is boarded sitting helpless on the side of the bed 他這個 他是幾乎會算計的 他就整個坐在那個border上 還可以去border 他整個安在那裡 要等著人家的安排 這個是bording house 不只是這個魚館的意思說 這裡面來說 Mr.Durang會安排的這樣 然後這個border也有這個上飛機的意思 我們會講說 to take off from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所以這個bording house 就是 有一點說好像 我們講bording pass 因為這個bording pass 你就可以上飛機 你可以去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Mr.Durang的設計 在這個bording house裡 都準備要去另外一個旅程了 所以就to take off from present circumstances 然後to be borderless an arena 你的desire can expand 這個climb up 所以他一旦進了這個bording house 我們就講說這個bording house 很像是一個契約 他進來這個地方 他已經到了一個borderless的狀態 他不像外表 也非常嚴格的 他就進到這個領域裡頭 這個空間裡頭 他的desire can expand 這個climb up 然後他可以拓著他的慾望 然後跟那個border 他為什麼會幫人家做事情呢 保暖私隱喻 因為他的食物都有了 所以這個the one thing this 然後他因為很無聊 禮拜六禮拜晚上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正好有個女生洗完澡 然後到房間要點蠟燭 兩隻蠟燭點一點就出來了 是怎麼出生了 這事情就發生了 發生了 the boarding house 那what's behind the story and what govern the relation of the characters is sexual pleasure it non-power and religious morality and ideology 那我這個Mr. Durand 他之所以能夠被算計 能夠被這樣子安排 就是因為他內心 有這麼多增長 他需要一些sexual pleasure 他需要一些性的滿足 然後他有這個經濟上的 面對著這個壓力 還有他的道德宗教 所以這是這個字面上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東西 然後他也是 他也是more than a lover's story and a re-relevant in own domestic property is closely connect to the legitimation of heterosexual heterosexuality through marriage 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媽媽要這麼保護這個女兒 媽媽要做這個 這是唯一的女兒 這是一個the only daughter 她媽媽為什麼要這麼保護這個女兒 她有這個房子 跟這個房子有關 她媽媽為什麼要控制這個女兒 一部分是要控制 除非當你控制她的身體之外 來控制她這個財產 她要能夠維持她的這個 原有的這個property 如果她可以控制她的 這個son-in-law 她就可以控制這個房子 所以呢 為什麼這裡還限制到 就是這個 袁芬克斯這個學者所講的 這個房子 其實就是一個 異性戀 來維持她們 穩定機制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媽媽為什麼 她會變成一個 phelic mother 就是她要穩定住 她的這個所有 因為她的先生已經沒用了 她先生基本上已經被踢出去了 所以她要維持她的社會這個地位 那不能讓她的財產 被她的女兒或是女兒的先生拿走 那what professional age matter 那我們剛剛講過 她這裡頭那個 喬醫師都寫得很清楚 這個人幾歲這個人幾歲 為什麼這個歲數是這麼重要 然後呢 Mr. Mooney 她是一個boucher store 她是個徒夫的女兒 她以前是 她以前是賣肉的 然後現在是賣肉體這樣 把女兒當成一種肉體 然後交換 換到一個好的先生這樣子 那關於這個Bob Durand He was 34, 35 years age 然後這個 基督教有的學者認為說這個 學者認為這個 然後就這麼剛才唸過嗎 他說這個年紀呢 It's Jesus Jesus age at the time of resurrection 這個耶穌也是在這個年紀 被釘上十字架 所以這個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去為喬醫師說 你知道你選那個年紀是故意的 但是根據這個學者的考證 認為說這個耶穌 他也是在這個時候 這個年紀被聽上十字架 然後我們看他下樓 你記不記得他下樓之前 他是非常的忐忑 然後他見他媽媽 這個你這個禮物上是不是剩下 他的被拖去 可能被拖去到被那個 褲子被捕捉了 所以這是一個 他還不是說他 他還不是說他 還不是說他有他的 然後他就是他的 然後這裡也有這個 面子 子 因為這個我們知道這個媽媽是怎麼樣 是一個屠夫的女兒 然後這個她的這個哥哥 Jack Mooney 他是會打人的 所以他實際上暴力 他可能有suffer這種被閹割 這種很雜 因為可能會被打 可能他就趕快被殺住 Botish and foolish future is cleavered in mutual disappointment and moral 他很困惑 他很困惑 然後Mr. Durand's moral and physical cowardice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Mr. Durand 他知道他可以逃走 他知道他不應該記錯這樣子的安排 但是他就是很困惑 沒有辦法解釋下去 沒有辦法控制這個安排 所以這個就是在這種 Custration is out的這個狀態 那這裡頭我們剛剛講到這個reparation 因為reparation到了五次 那我有查了一下 其實reparation跟這個atomment是非常像的 但是在聖經裡面不一樣的意思 那reparation atomment是reparation atomment是這種reconciliation of God and making through Jesus Christ atomment是贖罪 他的贖罪是你跟上帝有了某一種reconciliation 這是原來的概念 那這個reparation其實是賠償 它不是補償 它是賠償 所以這個概念是很像的 所以我們這個跟這個 跟我們待會要講到的 是有一點像 reparation的定義是什麼 the action of making the man so the wrong one has done by providing payment of all the assistance to those who have been wrong 所以你如果犯了什麼錯 如果你有罪 你就是要透過reparation的方法來彌補那個罪 但是呢跟另外一個層次的 這個atomment是不一樣 atomment是你跟上帝的某一種合結 然後事情就解決了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可是作者 在這個史裡頭一直用reparation 它不是講atomment 是reparation 你要補償 你要現實的方式去補償 marry或是錢這樣子 那reparation 他如果作為一個 但他在聖地面也有reparation的概念 他如果作為一個religious concept的話 就像那個神父 那個神父就是 最後就是 反正就是把他講得很難聽 所以呢 這個在神父的眼中 他不是鼓勵他去做atomment 他說你要 你一定要do something 你一定要 already sin 所以你要pay back 然後呢 mr.durán confections followed by reparations confections represent the initial admission of falls and development before the ritual or purification begins 所以在你可以獲得這個 你的所發展症 能夠獲得原諒之前 你要去做這個confection 然後它是你一開始就必須 這是一個initial 這是一個行為 一個開始 你必須這樣承認你自己有錯 這樣 然後你製造完之後 你才可以有這個pureification的開始 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follow的程序 那這個reparation 在這裡頭有提到 我們說把它整理出來 這幾個reparation 剛剛有讀過 我們提到了五次 好 那這個 又選擇把這個boring house裡頭吃早餐這件事情 跟這個the left supper 這個做一個比 那我想這個圖畫 大家應該都會說 是1495 這個馬文西圖畫的這個圖 就是被耶穌在裡頭 然後他知道有一個人背叛他 有一個人背叛他 你看看他說 桌上直接我們讀十個面 等等 這樣 好 那這個 這裡頭 有一些聖經的我們 聖經的一些禮書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mark的這個章節裡 那Jesus likes to solve a text Wise in a larger operating Fundish and ready make a preparation for us there 那Mr. Durand的房子也在樓上 所以這個Jesus的那個 老少爺在樓上 所以這可能是一種connection 然後呢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 示範的這個事情 剛剛有唸到這一些 就說這個Mr. Mooney say scroll all chairs 然後就接那個畫 那是座 剛剛我們看到的話 耶穌坐在中間也是一個chairs 坐在中間 也是非常的posing 然後看著這個 這個Mary啊 等等 然後準備這個remove the bread 對嗎 然後他用這些吃剩下的東西 來做這個tuesday bread 其實 理論上不應該這樣 你應該給客人應該全心的 你怎麼可以把錢 一點吃上的東西 因為那種民眾 在現在怎麼會被告 那你要吃上的東西 要比下一包的客人吃這樣 可是呢 這只是有一點在諷刺那個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the legs sopper跟Mr. Durand's last breakfast 合在一起的話 其實它是有點諷刺那個 你知道嗎 他們這些人 準備食物的方式這樣 然後準備對待客人的方式 OK 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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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裡頭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就是覺得 compare Jesus Christ 這個bought to Rome 然後這Jesus呢 他去受... 受刑之前 3 days after he was crucified the hell house of Jerusalem God raised him back to life 他是三天之後才復活 就是耶穌基督他受刑之後 喪屍叫做三天之後復活 然後呢 Jesus descended in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earth he who descended is he who also ascended for above all heavens 所以在那三天之間呢 他進到了 他不只進到了地獄 Lower part of the earth 他也到了天堂 所以在那三天之間 他去了所有的地方 在那樓庭 也就是說 在那個... 在那個... 劇本... 在那個故事裡頭 這個... Durand也上到下 這樣 好 那這個Bought to Rome怎麼樣呢 Bought to Rome was very ancient Indeed it is something wrong He had to make to attempt to shave But his hand had been so unstable That he had been applied to this Three days 他有三天沒有掛鬍子的 所以有些人認為說 這個三呢 跟著基督... 但大家也在想說 也許根本就下白 那是什麼可能呢 也許 或者是一個前和 但是 有些人認為說 這個三不是個巧合 耶穌基督他受刑之後的三天 他也是很焦慮吧 我想上上下下 跟那個Bought to Rome也是一樣 這三天都沒有辦法過好日子 好 那這裡頭也有 也是另外一個比較 那我們看這個圖 那我可以唸一下 這裡從Mark 這個章子裡面出來的 They put the purple robe 就是 耶穌上行了之後 這是要被... 他是要被... 耶穌就在這裡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啦 這個燈光的關係 川普很清楚 應該是這個啦 他中間這個 在這邊跟顏色有一點怪 所以這沿路呢 就是... 嘲笑他 給他吐口鞋 然後... 然後... 披上那個... 那個... purple robe 然後要上行之前把它拿下來 因為他... 他可以帶出肉 他是個 king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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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呢... 就有學者就把這個... 他的這個行為 跟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個... 那個... 合在一起 然後... 就是... 這邊是人家把它放上去的 然後... 這邊是... 這個... 那個... 那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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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接受他們沒有份 然後... 這個... 如果... 那... 這個是個墳墓的話 他要去面對這件事情 這樣 好... Oh my God OK 那... 那... 有學的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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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所講的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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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在這個... 聖經裡頭 也... 聖經裡頭 也是有... 兩個到... 三個的... marry 就是... 應該這樣講說 就是... 耶穌... 然後... 被釘上十字架之後 他被放下來之後 有... 有學的考證說 當時有... 有兩個到... 三個...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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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有不同的... 有兩個到... 三個... 在他旁邊 那... 一個呢...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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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真的知道 那個是誰... 有的人... 認為那個是另外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Mary McDowell Mary McDowell 本來是個紀律 然後後來呢 他因為悔改了 所以他就... follow了...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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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然後... 在這個... 故事裡頭呢... Mary... 是個... 那... Mary McDowell 她也是個... 那... 她也是個... 她也是個紀律 那... OK... 還有這個... Mary McDowell 她在... 她在... 她就幫耶穌洗澡 Mary McDowell found... Jesus did something before he was captured and that was polished 所以... 同樣都有... 洗澡這些事情 有幫她這個... 洗澡啊... 洗澡這樣 he probably resembles... Mary McDowell Mr. Mooney could be... punctious... 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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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d under Roman Empire timbolos and is best known for the trial and crucifixion 所以這個人下令 要... crucify Jesus Christ 這樣 所以這個... Mr. Mooney呢... 就很像這個... 下令要... crucify Mr. Durand 這個人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連接這樣 那這個... Mrs. Mooney fliance instantly at a little girl's clock on the mantelpiece as soon as she had become aware through her reverie that the bell 從... Georgia's church stopped ringing 那這個... 就是一個... 鍍鏡 但有很多種啊 在網路上找到一個比較好看 這樣 然後這樣的... that is in case that this active coper was built thin layer 但它不是純性的 所以這如果是一個symbol的話 我們可以... 大家可以知道說 這個... sandrong the church 是一個symbol 但是這個鐘 它為什麼家裡明明就不是很富裕 富裕的一個家 還是要把一個布金的鐘在哪裡 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味道在這裡頭 那這個... Mrs. Mooney 是... Joyce的 representation on Ireland the old soul that is her fellow 那是從這個portrait 這個... 跟這個魚的視頻 很多程式都提到 說這個是... 老母豬 老母豬 是他的這個小孩 這樣 是不是這個媽媽呢 把那個女兒當成... 當作一種... 肉母的賣呢 或是說他是要把他的女兒 把他的腿都推入某一種坑裡這樣 the old soul that is her fellow 然後把他小組這樣 OK 那這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去找這幾篇文章 這樣子 那這個... 以上是我們的影片分享 然後我也做了一點研究 跟大家分享 那我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也很希望可以... 大家有些想法可以一起說一說 那就是... 那個最後話說 Oh my God 可能也是那個... 耶穌王上次家之前說 Oh my God Oh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 me 可能有一點點 對... 有可能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海浮信教 所以說我們啦 對啊 所以這個耶穌王被獸型之前 他應該也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情 這個Oh my God 但他後來... 那個... 他復活了嘛 所以... 所以... 有一個更大的力量讓他復活 但是... 這個Mr. Durand 應該後來沒有任何好的事情 在尤勒斯 他就... 過了悲慘的婚姻生活 然後沒有復活 他沒有... 他可能是進入了地獄 但是他沒有到天堂 但是基督在三天之間 造了地獄 到了天堂 這樣 這樣也是接著搞起來這個基督 就是說如果... 因為他這個受苦受難的這個過程 可以有一些跟這個基督的... 有類比之處的話 但... 那這樣... 接下來的 就是我們把這些東西都羅列出來之後 那接下來應該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解讀呢? 就是... 學生這樣我們要讀了去描述 對啊 所以他這個... 對... 所以... 他的結尾... 嗯... 很奧妙 你怎麼看這個結尾呢? 所以我就... 其實我自己是還在想 就... 就是... 因為其實... 的確是還蠻... 就是這樣... 說起來好像是... 的確是蠻有這麼一回事的 對... 那只是說... 還沒有想到一個說... 欸... 那所以... 如果我們把Doran看成是一個... Jesus Figure的話... 那他在這裡面的受難... 我們要... 如何去了解... 還有就是... 或者說跟這個故事的主題等等... 就是如何逼近... 就是... 如何可以連在一起... 對... 對啊... 不過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喔... 這個Doran... 那你想到什麼... Mr.Doran... Doran... 如果... 找他拆成兩個音嗎? 這兩個音嗎? Doran... 逃走的音... 逃走... Doran... 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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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Doran... 他... 他該走啊不走... 你知道... Mr.Doran... Doran... 他就反正沒有走就對了... 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 他的表面大概就是... 我們剛剛說... 他就是... 感覺就是一個... 母親嫁女兒的故事... 可是... 事實上... 作者因為他對這個... 基督教有非常的... 聽不覺有非常大的... 非常深的了解... 他以前都是念這個... Kathleen的這個School... 他以前... 你知道... 念了很久很久... 所以他對這個教會裡面的... 譬如是正面的... 譬如是負面的... 尤其是負面的地方... 他特別的了解... 或是說他對這個... 人的慾望... 因為他在整個過... 他這個青少年成長的過程... 他有很多的增長... 跟宗教的這種... 那種... 對對的... 對抗跟他自己的慾望... 等等的什麼的... 所以他對這個... 人性的幽暗裡面... 他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在寫這個作品的時候... 他就是要... 把這個... 人家認為不敢講的... 不可以說的事情... 寫出來... 所以他就透過這個小人物... 是算小人物故事... 真的就把... 這個... 他這個故事... 呃... 這種媽媽賣女兒... 或是說媽媽... 想辦法把女兒... 嫁掉這種... 這種情形... 現在還是常常有... 不然民視不會這樣演... 這樣做一些故事... 然後媽媽想辦法... 進入那女兒的婚姻... 然後... 誰嫁給誰... 現在誰不可以嫁給誰... 這樣... 都很多故事... 那不只是一個... 對... 當時的故事... 現代的故事... 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他那個女兒... 應該都知道... 他媽媽要... 一個... 一個... 設了一個陷阱... 所以他等於是... 有點... 演雙方... 然後兩個... 兩個配合起來... 然後就... 把這個不亂做... 說住了... 讓他逃脫不了... 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他那個母女合作的... 很巧妙... 因為他... 媽媽剛開始... 他... 他明明知道... 他可以去stop... 但是他不stop... 他就讓他發展... 然後在適當的時候... 他就出手... 然後這個女兒... 其實知道媽媽要幹什麼... 所以他也裝作... 好像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然後等他媽媽出手的時候... 其實他最後一個結尾已經告訴你了... 他知道媽媽要做什麼... 所以他也在等... 然後媽媽叫他說... 這個Mr.要跟你講... 他已經知道答案了... 覺得這個成功了... 他已經把這個男的抓住了... 然後他男的... 因為是受到一個宗教的一個... 那邊的... 然後他權衡兩邊... 所以他沒有辦法採取任何行動... 他本來可以採取任何... 但因為他受制於他那個宗教的關係... 還有他權衡他的一個利益之間的衡量...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逃脫了... 所以這個也是那個... 這個的主題之一... 他就是沒有辦法做任何的事情... 沒有辦法做... 我們move... move ahead這樣的一個行為... 對... 所以這個就是他常常的一個處理... 對... 對... 所以這個... 我想這齣度可以說... 這個母親的生肖非常的好... 媽媽不用... 不需要用言說的方說... 我們現在要這樣... 這樣...這樣... 給他設設一個局這樣... 他就直接... 在平常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的... 這種狀況... 讓女人知道... 媽媽會做些什麼事情... 這個我太... 可能平常就有這種態度展現... 所以他母女兒也... 就是follow... 但是... 這種... 他這種... 可能他follow... 可能一舉就follow... 這幾個step... 但是他可能follow他母親的人生... 這樣他沒有辦法... 扭轉他的命運... 因為他的follow... 他就是... 沒有選擇性的... 怎麼follow... 他的這個... 他的人生... 所以搞不好... 就是這樣就看上去的話... 之後在一個設置裡面... 就很慘... 也沒有真的... 得到更好的... 生活病毒... 什麼... 那... 那個... 就是... 我蠻站起來... 他很有說謊... 蠻有趣的... 就是... 因為他最後是講說... 他... 他需要跟... 為靈佛... 所以他用一個... 過去完全事情... 他一直都在期望... 能夠這樣事情發生... 然後這樣子... 最後的一個結尾就是... 回到原來... 一開始... 故事... 開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Mr. Mooney... 其實是一個混蛋... 又大老婆... 然後又... 偷家裡的錢... 又賣不好的肉... 等等... 然後到處多久... 因為他... 這個... 岳父不在... 他岳父是一個... 屠夫... 可能是他的岳父... 但是整個看起來... 整個看起來... 那個... 假如說... 這個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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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Mrs. Mooney... 他... 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繼承... 他自己... 媽媽的... 就是說... 這是一套那一種... 整個在... Joyce的系統裡面... 細社會裡面... 他們不能研究出來的一種... 把自己架掉的秘密 那... 這個是維多利亞時代... 其實很重要的 我覺得... 我們看到John Austin... 為什麼... 其實他一輩子就是想辦法... 把自己架掉 或是... 他的媽媽就是要把你的架掉 然後他這個... 其實蠻重要的... 他架掉而且... 他不需要負擔你的架裝 他們那時候架裝... 其實很重要 你一輩子就是要處理你的架裝... 然後趕快把它架掉... 然後真的是... 沒有面子的這件事情 他就... 就這樣子的機會 然後就把它架掉了 所以呢 那個... Mr. Doran... 他最後在Ulasis裡面... 就是到處... 這個... 喝酒啊 然後... 變成那麼樣子 其實就是Mr. Louis的方法 也就是說... 他剛初就被騙了嘛 他心裡不爽嘛 那... 但是他又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看到說... 剛剛那個... 威宏也講到很多次 他是屠夫的女兒 然後他又是一個... Big Imposing Woman 那... 那個... Mr. Doran... 我們看到就... 他用德友形容他好幾次嘛 然後他的兒子呢... 他的形容還蠻有趣的 他說看那個... Jack Mooney... 他是... 很強壯的很短的那個手臂 那一般來講... 這個... 短的手臂呢... 應該是他個兒很高 他不能個兒很高 然後手臂很短 他不能很乖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個兒也不高 所以他的... 暴躁的脾氣是繼承他的媽媽 他個兒不高是繼承他的爸爸 所以我整個看下來就是 回到原來第一段 我一直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 第一段的Marrick應該是Mr. Mooney 就是有點另外一種的 Uncle Charles principle 就是說 這個是Mr. Mooney的版本 那我們看到就是一個爛的男人 但是呢... 那個爛的男人的本身 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爛的男人 他為什麼會這個樣子變得那麼爛 為什麼每天都和解 為什麼不負責 因為他之前可能就是Servis 的多人一樣 那這是一個Vicious circle 就是一直... 對愛爾蘭來講 那這是造成其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Buralysis 就是整個貪犯的原因嗎 所以你看這幾個女性 其實愛爾蘭在這個... 在跟英國抗爭的時候 常常把女性就是捧成... 就是... 比方說... 那個... Kathony Hula 還是變成一個很偉大的一個聖女啦 可以領導愛爾蘭走出親愛的trouble啊 對不對 可是在小伊斯度文呢 裡面的女性很少有這麼神聖的 很少有這麼神聖的 但剛剛這個梁老師講到就是Victorian史 但我想說他其實是繼承者 那時候女性就一定要想辦法 把自己嫁出去 不要那麼想到對不對 即便是喜劇的Important of an earnest 王爾等等 也是想辦法把自己講出去 講出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即便是大人物 或是... 不是說大人物 Alfred Classics 這樣去寫這個... 這個比較低層的小人物也是這樣 那或是那個... 所以那個... 王爾不是說嗎 不是說王爾的 蕭果納的 Mrs. Warburg 是這樣子 也是... 那個媽媽也是非常想盡辦法 要把女兒嫁給好人 講到他女兒就是有人教育之後 她就想要做自己的 這種婚禮之前的衝突 這種社會優勢這樣子 那他媽媽之前也就是 嫁女啊... 不為人質啊 想辦法把女兒... 之後想辦法把女兒嫁掉 嫁人跟媽媽 再來就是衝突她的輔測 對... 是這樣... 就是類似的故事 這樣... 那這個... 這故事正好也是這樣子的命令 這樣... 看看... 那... 那... 這個... 還有問題嗎? 還是有人跟晃... 啊...好 老師好 就是... 因為我... 大家都是那個... 研究超醫師本很專業的老師 然後我就只是... 菜牛這樣 所以... 本來講的就是... 太可切了 然後我就是... 讀的時候是覺得... 就比較... 老師好像有提到說覺得... 就是... 過來就是... 女生還男生好像都是不想結婚的狀態 可是因為我講說這女生... 女兒端巴巴士共樓 想要把自己嫁出去 所以其實... 我覺得她哭的時候 感到讓我覺得是她覺得... 這個計畫有可能怕失敗 就是... 感覺會嫁不出去 所以她... 感覺到有一點... 絕望 然後因為老師在講... 講到說最後一段有點... 呃... 我還在思考說為什麼她會... 情緒有一個很大的轉折 就是從... 所以原本是... 哭了鑰匙要聞 然後後來就是... 想一些那個... 就是... secret of any of memories 然後後來就轉變成就是... 很開心 然後這個轉變的過程 我覺得是... 就蠻特別的 然後因為... 她並不是說... 她在想... 就是她開心的原因 並不是在想說 啊太好了 記謀得成這樣 我們... 就是母女成功 終於可以那個... 嫁到那個... 有繼續的那個... 好人家這樣 她開心的點是... 就她... 情緒轉變的過程 她想的是... 就是她在想他們的那些... 就算是... 情感上面的回憶吧 然後想一想想的... 想到開心到那個... 已經就是... 很多幻覺 然後... 然後... 開始會... 有很多對未來的憧憬 這樣子 她最後就講就是... Hope and be the future 所以... 我覺得... 可以讓我讀到的是... 她好像... 對於這個女兒來說 就是... 原本覺得可能... 這個... 她哭的時候 可能覺得是... 她媽媽可能會說服不了那個男生 然後覺得... 覺得說... 唉... 可能會激發失敗 然後就很難過 然後... 但我覺得她第一次想要結婚的 然後她後來就是在回憶... 想到那些愛... 愛情是... 比較像... 比較像接近愛情的那種接受 她可能就覺得說... 啊... 她覺得... 獨一打了 搞不好那個... 那個男女會有這些... 然後最後就會... 可能同意之類的 然後她就想了覺得... 越來越想越有信心 就是... 會成功... 然後就開始有對未來的憧憬 兩個人一起的生活之類的 然後... 然後最後面... 就是她媽就叫... 叫她 然後她就... 啊... 那個... 她就後來... 忽然還想起來 她在等什麼 我覺得最近這樣 我就想到就是... 她可能在回憶想... 回憶得很忘我的時候 她已經... 忘記她 原本擔心她可能加不出去這件事情 因為她覺得就是... 就是有未來... 有憧憬 然後後來... 她媽問之後來... 啊... 對好... 我之前其實就擔心了 現在我不擔心 就是... 在這個回憶當中 然後現在還想起來 啊...對齁... 這是... 其實還沒有確定 才要去講講話 這樣子 我那是... 我主要的感覺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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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 還是存在在對未來的... 對... 對... 對婚姻這件事情的無知 會不會... 她哭的時候是還沒有想那些 就是她一直在之前哭 然後哭的時候畫她想... 想了之後... 然後妳說她臉上不是就完全沒有那種... Fertifation... 避免... visible on her face 所以她應該是... 寫到後面這一句 就想完的時候應該是有在哭 因為她是臉上是很平靜的 對... 對... 所以我是覺得她哭的時候 反而是... 丹妮比... 就是計畫失敗會加出去這樣 然後後來想一想之後 就是她在想著 都會忘記這些丹妙 是... 那種個人情緒 她的內心性也很大 她可以在... 自己在那邊演起來了 然後也... 在很快的時間 她把自己調適到 其實我覺得這個 也許她是... 她在想辦法給自己做一種某種調適 因為她可能知道說 她沒有別的方向 沒有別的選擇 她自己一定要把這件事情 用好的方式內化 然後她才有辦法看 是不是可以再走下去 她如果... 在這個moment 她... 如果她是... 所謂是描寫說 這個女孩在床上是... 在... 比如說打滾 她在床上是... 這個... 憤怒啊 埋怨啊 怨氣啊 什麼的 她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她可能即便是沒爭途讓說 好 她想要跟她求婚 但那個故事 完全是不同的結局 然後不要跟她從窗口跳出去了這樣 只能夠飛走了這樣之類的 但是她在這邊就想辦法 她媽媽不可能讓她不嫁給她 所以她現在也只好把... 想辦法把這件事情正面化這樣 把這好的事情 看看是不是可以往那個方向 但是後來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生活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她在哭的時候 蠻難分辨說她是真酷還假的 真酷還假的 因為這個文本提供的線索 好像沒到那麼多 但反而有給我們更好的解讀空間 就是... 因為其實你看整套 她們就... 她就是被射擊的 因為連她 那個... 她哥哥最後都拿一個final touch 就是... 就是... 然後我想那個... 周星馳電影那個 酒品芝麻官民 他們要嚇那個犯人 就拿一個假的 斬一半的 就是說她在公堂上說假話 被包大人斬成一半的 結果大家看到嚇死 跑到公堂上都說 我以前是... 是講假的 我要講真的 我覺得有一點那種 就是嚇一下她的感覺 所以她本來已經心理壓力很大 又看到Jack Mooney 然後想到先前的一些暴力的行為 但是... 所以我說整體看起來 她應該是被設計的沒錯 但是... 以Moldy這個角... Poly這個角色的內在的情感來說 我們反而有一些 就是... 不是那麼確定的空間 所以才說她是真酷還假酷 那她可能也想到 剛才同學這邊講說 有一些很好的memory 對...她也不是... 就是心裡面好像很惡毒的 就是說... 我就找一個... 長期辦票 我要怎麼壓榨她 可是...她也不希望說 可能結婚之後 老公要宿舊 還能喝酒什麼的 就是... 應該還是有一個少女情懷啦 對... 只是她就配合媽媽的這個system裡面 我覺得有點像... 以前... 就是我講的那一場 那個unmother 就是... 媽媽她是很算計的 想要... 可以很現實的辦到一些事情 但女兒或許 腦中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所以... 所以她大架構底下 她是跟著媽媽的 但是她... 我許她有一些別的想法 只是很有可能 就是在... 她們真的結婚之後 她會變得越來越像她媽媽 很可能 有一個那樣的可能 很可能 因為她是... 就是... 沒有經過... 沒有經過思考的 來follow著她 所以她媽媽就是安排 好 我比較會想說 她其實是... 在Ulysses裡面 Gertie的另外一個 比較少女的方法 那Gertie當然是她已經很... sophisticated 但是在這整個裡面 因為她一開始講的時候 她說 Mrs. Moody always keeps thanks to yourself 她... 不太會把她自己真正的 一個想法跟別人講 說的事 她全部都壓在心裡面 那所以她整個的一個 設計的過程 她就是等到時間到了 她就下手 她那個時間需要抓得很準 但是我們也是知道說 她裡面在想什麼 或多或少 唯一我們真正不知道的 就是Polly 她是完完全全的 我覺得她真的是 清出於藍勝於藍 也就是她完全的 Kept thanks to herself 我們完全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我們唯一知道 只說她是... 就是所有外在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假如說整個看起來 其實對她的描述 都是外在的描述 她的衣服啦 她的candle啦 她的腳啦 然後她在哭啊 她看到candle 她看到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們完全看不到 她裡面在想什麼 她幾乎是一個 幾乎是一個 我覺得說她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有好幾個narrative 那那個但是把這所有的 就是narrative 整個串在一起的 其實是Polly 是她把所有的東西串在一起 那我也覺得說另外一個很可怕的是在說 因為我們一直不知道 因為這個整個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最大的這個narrative 它其實呢 把所有的東西全部藏起來 那藏起來讓我們自己去製造 我們自己的gossip 那所謂的製造gossip 就是在於說 我不太確定說他們兩個有沒有上床 但是呢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在於說 當所有的事情在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開始床的時候 說誰跟誰怎麼樣呢 然後Polly又跟怎麼樣呢 那他們可能怎麼樣 那他們可能怎麼樣 他們就可能會傳出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出來 對天主教來講很可怕的事 然後他們上床什麼東西 可能他們都沒有 或許都沒有 但是呢 Mrs. Mooney很厲害的就是在 他要在什麼樣的地方 在還沒有 因為他要知道說 這個你們絕對 我覺得啦 假如我是Mrs. Mooney的話 你不能讓他們上床 因為多人可能都跑掉啊 那他還需要再去駕駛啊 對不對 那駕駛啊 假如說是安裝那時候的情況 假如他跟著上床的話 他就是 我不好意思 Damn也這樣不入去了這樣子 那他的貨就毀了嘛 所以他一定要在很適當的期望 當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水到渠成 大家都已經傳得如火如虎 但是他們還沒有上床的那個情況之下 他下手 那只有在這個時候下手 他才有辦法去得到他要的 而他女兒還是Virgin 也符合整個一個 剛剛我也講過 他是一個 那個Mrs. Virgin Air的那個形象嘛 但是很可怕就是在於說 Doran他當然其中 他是一個受害者 但是他的受害是因為 整個天主教的關係 因為遙遠的關係 因為整個所有的事情 都對他不利 當然 他自己也要負責啦 因為他自己宣稱說 他還不信什麼東西 但那是他自己宣稱 他結果上他可以符合當時人家 對於所謂的一個單身男子的期望 但是他自己生活也不檢驗啦 他其實也不是一個 在Ulysses裡面他其實是 他說他被hack 那一段我覺得是 就是他講到自己的時候 那一段是他自己當作narrative 所以講的都是對他有利 那Mooney跟Visselmooney講的是 以他自己當作narrative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對他有利 那我們完全不假的說 我們只能夠做這樣子的一個判斷 那Mr.Golvin他到Ulysses那個時候 他其實就是上妓院 然後跟兩個女人在一起 或者他就女 然後那兩個妓女就是拖他的錢嘛 然後才會發生 剛剛後來三年就講了那些事情 所以他其實也不是真的被hack 因為他已經被hack了好幾次了 那只是說覺得他很可憐 但是其實他就是這樣子的 假裝說治療上的力度 其實完全不是 那但是很可怕就是 回到一個Golvin的情況 就是所有的男的所有的女的 在整個片子比較的情況之下 在這樣一個大家沒有證據 但是謠然謠傳的情況之下 就成就了一種 然後接下來應該不是很被看好的問題 對啊 然後就是paralysis 所以我覺得這個短片小時候 如果要改變的電話 應該一開始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Poly是主角 那不是那個媽媽媽媽講 是在後面這個做背景 然後這個Poly是 我們可以從這個故事裡面知道 他會唱歌 完全會唱那種非常不是很定身的歌 然後他可能也長得很漂亮 然後他可能有魅力 所以他其實穿梭在 就說好幾個analytics 他其實就穿梭在這個好幾個analytics 然後大家都會 大哥的 即便裡頭 就是說裡頭的這些註客 也是繞著他轉 這個miss to run 繞著他轉 然後Poly啊等等 繞著他轉 反正那個媽媽媽其實是在後面 就在講後面 站在櫃檯 然後這樣 大家也知道是錯事 然後就知道 這樣 那是madam 對啊 這個記憶 提供的意思就是記憶的 媽媽さん 爸爸 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一個code 就是mandana 我是不曉得這個字 mandana 這個code 媽媽さん的意思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會不會耽誤大家太多 多耽誤大家愛小吃 吃粽子的時間 所以千萬非常謝謝大家來 如果還有想要跟我討論 也可以留下來 今天謝謝大家 祝大家專門解開了